嗨朋友们,这里就是著名的色拉寺,这里有藏区最著名的汴京仪式 色拉寺,位于拉萨市北郊,色拉乌兹山路,依山市而建 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主寺之一,自古就是高僧活佛 讲经说法之地,建于1419年,寺内有一个大殿和三个佛学研究场所 里面还珍藏着珍贵的文物佛像,唐卡,经书,法器等 在色拉乌兹山中,有众多的石刻研画,分别化于不同的年代 这些石刻,反映着特定时代的风貌,主要以佛像为主 研画栩栩如生,成为了色拉寺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整个寺院的周长,约有1.5公里 虽然在山坡上,但起伏平缓 所以旅客们,可以不行,观赏色拉寺的建筑佛堂 而寺庙的后山,位置较高 在山顶上,我们可以看到拉萨市的全景 寺庙以错亲大殿为中心 周围有三个经学院,和数十座僧舍的村落 布局上,无整体规划 但色拉寺的建筑,利而不挤,杂而不乱 主体突出,体现了格鲁派大寺的特有风格 中心的错亲大殿 是色拉寺较大的建筑 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可以容纳八千余名僧人 殿内供奉着寺院创始人的塑像 除了错亲大殿 殿宇中,还有著名的马头明王殿 殿中,供奉着马头明王像 传说,马头明王是藏传佛教 密宗的护法神 具有强大的法力 可以驱邪解难 在色拉寺的东北方 有一个晒佛台 在每年的雪顿节 都会有晒佛的仪式 藏传佛教中 有一门极为精致 独特而又神秘的艺术 那就是弹成沙画 弹成沙画 是由喇嘛们 协力合作以特制的彩沙 描绘出心中瑰丽的佛国 弹成是佛菩萨的宫殿 曼陀罗是梵音 源自古印度 修佛护法的神坛 接下来 我们带你看色拉寺的汴经 在西藏 很多的寺庙都有汴经 但色拉寺的汴经 不论是规模场面 动作规范 严谨激烈的程度 都更具有特色 因此也最有名气 色拉寺的汴经 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已成为不容错过的人文景观 色拉寺的汴经时间 一般从下午30开始 汴经可长达两小时 色拉寺的汴经厂上 大多两人凑坐一组 一方提问 一方作答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提问者 多多逼人 各种神情 生动活泼 最有趣的就是 僧人手舞足蹈的动作 和激动多变的表情 有时候 被提问的僧人 也会忍不住地笑起来 这些场面 十分有趣 僧人们 通过汴经方式 来学习佛法 是藏传佛教的 一大传统特色 他们通过这种 互相问答的形式 交流学经的见解与体会 加深对佛经的理解 我在玩游戏里也会介绍 可能是在跟那个 fellas 我看游戏里也会看 可能是在游戏里也会看 因为游戏里也会看 还有那么多 我看那种 这么多 现在是 이것是 是 鸩 香蕉 香蕉 好像這個 好像這個 很像 我懂得聽 不知道是很像 謝謝收看 我們下一個視頻再見